左邊方上到飛球 左外野手蘇建榮 沒有接到 這是一戰打 現在原本在一壘上的高國慶 現在上到三壘了 而且要闖本壘 張戴三的傳球 傳得蠻準的 在本壘之前抓到高國慶 這一分被擋住了 這個球 三壘跑壘指導教練 有點承認 摳得 有點錯誤 一色優 一色優 跑壘指導教練 是他較高國慶跑的 結果統一室在這邊 算是比較可惜啦 接連安打出現 不過三壘跑壘指導教練 咦? 之前都是李文森在摳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球打得非常的扎實 左外野手 第一時間沒有接到 他還回身去追球 張戴山這個轉傳 也是蠻準確的 相當夠水準的轉傳 結果在本壘之前呢 抓到了高國慶 把這一分給擋住 不過這個時候 新龍牛隊 除了叫暫停之外呢 左外野手 蘇建榮 退場休息了 蘇建榮 這場比賽是在六局的下半上場 帶跑啊 並且在這個半局上來防守 左外野 才剛上班就有生意上門了 蘇建榮退場之後 換上來球衣表 三十一號之一 我們再來看一次 傳球的位置相當的精準了 太山雖然今年傳一壘 常常出狀況 但是傳本壘 沒有問題 非常重要 非常關鍵的一次守備演出 高國慶遲 繞過三壘 速度就變慢了 他從一壘起跑 因為在現場我的觀察 從現場看 就是三壘跑的指導教練